台湾电力公司俗称台电面临的财务困境已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 随着台电公布的亏损数字逼近4000亿新台币 电价是否调涨的议题再次引发热烈讨论 电价审议委员会预计于3月召开会议 届时将对此议题进行深入讨论 3月的电价审议委员会会议将是这场讨论的高潮 台电的财务困境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其累计亏损已达惊人的4000亿新台币 这场关于电价调整的消息 在台湾家家户户讨论着 因为它关系到每一位台湾居民的日常生活 台电作为台湾最大的电力供应商 其财务状况受到各界的关注 此外 民进党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能源专家梁启元以及经济部长王美花等政府官员 也参与了这场讨论 电价审议委员会将讨论是否调整电价 以反映台电的财务状况和发电成本的变化 台电表示 若要完全反映成本 电价至少需上涨5到6成 台电的财务困境主要由于发电燃料成本大幅上升 2022年台电的总支出达到一兆新台币 其中仅发购电燃料成本就高达6100亿新台币 此外 国际能源价格的波动和能源转型的挑战 也加剧了台电的财务压力 政府一方面考虑透过电价的适度调整来反映成本 另一方面也在寻求其他方法来稳定台电的财务状况 包括提供补贴和寻求经费易助 在这场电价调整的讨论中 民众的意见也不容忽视 许多网友的评论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电价调整 能源政策和政府管理的担忧和期待 从担心电价上涨将带动物价上涨 到对政府能源政策的质疑 再到对未来能源转型的期待 这些声音都是台湾社会对于能源和经济未来的真实反应 随着三月的电价审议委员会会议逼近 台湾社会各界都在密切关注会议的结果 以及它将如何影响台湾的能源政策 经济发展和民众的日常生活 电价调整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它的影响将远远超出数字背后的意义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